来看到瑞瑟湘提前庆祝儿童节 瑞瑟国小在乡公公所的支持协助下 特别请到了说故事志工来为小朋友们说读绘本 而乡长吴万德也到场赠送儿童节礼物 同时也和学童一起阅读听故事 期盼每位学童都能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乡公所请来的说故事志工 带着神奇变身水绘本故事活泼生动的导读 带领台下学童进入精彩的阅读世界里 快乐的阅读互动生提前欢庆儿童节 提前庆祝儿童节 瑞瑟国小在乡公所的支持协助下 特别请到了说故事志工来为学童们说读绘本 乡长吴万德也特别到场赠送儿童节礼物 同时也和学童一起阅读听故事 乡公所重视孩童们的阅读教育 借着儿童节庆提供资源 也令校方师长们感谢肯定 谢谢乡长 瑞瑞国小祝大家和同节快乐 那谢谢我们这个乡公所举办这次的活动 请故事妈妈来故事志工来学校做这样的说故事 那相信小朋友能够透过这样的活动 不管在学业方面或是做人做事方面 以及一些做人的一些涵养 我想都可以透过这个说故事来得到更大的启发 那小朋友也可以从听故事当中 应对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表现 那相信这样活动多多举办的话 会对我们小朋友有很大的用趣 益助 不善言辞闭口长舌的乡长吴万德 却相当重视孩童的学习教育 借着儿童节庆的到来 除了逐一到乡内各国小发送儿童节礼物 也结合了乡立图书馆来推广阅读 希望培养孩童们的阅读习惯 请老师来说故事 因为要让学习快快落落 比较大 然后再来就要说 培养特贼的幸福 对 培养特贼的幸福 迎接儿童节乡长吴万德化身为孩童大玩偶 到校发送儿童节礼物的同时 也邀请大家善加利用乡图长书资源 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共创瑞穗乡成为一个书乡的乡镇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导